弟子连夜赶来 就是特地接掌门回蜀山的 我在长流很开心的 我只想做一名普通的弟子 那个 你来得正好 那就依清虚道长所托 把掌门之位立刻传给你 不不不 弟子确实也在重振蜀山 可是 无奈 人微严薄 很多事情都有心无力 现在蜀山形势复杂 留存最多的都是外门弟子 始终没有一个 能像你一样主持大局的人啊 可是我也什么都不会 我不懂得做掌门的 掌门 我知道你现在身份为难 可是 现在蜀山 正处于内讧之中啊 但是你不一样 你是家师亲口所托的 你还对我们蜀山有大恩 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服众啊 如果要把掌门之位 现在传给弟子的话 恐怕蜀山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 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 你拿着它 就是蜀山掌门 好 那我明日就跟你即刻启程 回蜀山 我来搜紧回蜀山 你还需要 蜀山 倒啊 你还需要